第一到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电脑网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带来很多问题, 尤其是孩子迷上了游戏,不仅影响学习, 还因为父母的限制而与父母关系紧张。 李老师,您作为心理专家, 怎么看待网络游戏给孩子带来的影响? 我经常在诊室碰到孩子玩游戏的情况。 孩子对游戏很入迷,是因为游戏里有快乐体验、 冒险体验、恐惧体验,让人感觉身临其境。 孩子在游戏里可以幻想自己是英雄, 是一个世界与命运的控制者。 这正符合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的非现实幻想, 重温孩提时代的梦。 做生活中不敢做、不敢想的事, 连我也会对游戏着迷。 现在很多国家在讨论游戏的问题, 担心游戏会毁掉一代孩子。 但也有研究青少年教育的学者认为, 游戏可以开发孩子的智力, 培养人际交往能力。 作为家长,该怎么选择? 游戏是把双刃剑, 有它的双面性,有利有弊。 游戏是大人做出来的, 是大人的神话, 隐含的文化观念也是适合大人的。 对于大人是美酒, 也许对一个未成年孩子就是毒药。 孩子的成长要和环境结合, 和同龄孩子来往, 在自然和现实社会体验各种东西。 游戏使它失去很多社会实践, 完全生活在超然的虚拟世界里。 但网络游戏和现实世界的游戏规则不同, 家长必须提醒它, 虚拟世界虽快乐, 但很多方面会妨碍你, 削弱你的能力, 分散精力, 使你变成不现实, 价值观念混乱的人。 该怎么对待迷上游戏的孩子? 第一,帮孩子培养更多兴趣, 比如打球、阅读、音乐、下棋都能带来快乐。 第二,要增加孩子在某方面的优越感, 这是孩子成长必须的情绪, 一旦形成某方面的优越感, 就不会那么强烈地需要游戏补偿情绪。 第三,从一开始就要树立规则, 比如有时间概念, 周末上两个小时网, 而且爸爸和你一块儿玩。 过了这个时间就不能上网, 破坏规则就连续两周不能碰电脑, 父母可以给电脑设密码来约束孩子。 强制执行时怎么避免孩子排斥父母呢? 要管理孩子就需要通过谈判得到他的认同, 而不是不听孩子的想法去强迫他。 谈好了就达成协议, 这也能锻炼孩子从小学会自我管理。 1. 网络游戏对孩子的危害是什么? 2. 难得提到哪些活动可以帮孩子转移兴趣? 3. 游戏是把双刃剑是什么意思? 第4到6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王林老师,您作为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顾问, 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茶文化? 中国的茶文化简单说就是由记制意,由意而到。 所谓记是种茶、炙茶、烹调和品饮的技术。 所谓意,把饮茶的技术进一步艺术化, 在操作过程中给人一种艺术感。 现在说是茶道表演是不太确切的, 因为道是事物的本质、本源和规律, 是看不见的大道无形。 茶艺的步骤有哪些? 第一,要见茶。 茶表面的橙色不一样, 漆出来的叶子不一样, 泡出来的茶汤也不一样。 像碧螺春,漆出来碧绿碧绿的, 这种美感给人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 第二,要品水。 好茶必须有好水, 如果用天津带咸味的海水去煮就完了。 陆语认为,泉水为上, 江水为下,井水又次之。 第三,叫列具。 在古代,饮茶主要是茶饼, 需要碾碎,用骡子筛, 再煮,需要带许多器具。 共有二十四器,代表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思想。 器具上有图画,有水,有风,有火, 意思是以风筑火,以火烧水, 然后以水煮茶, 反映了大自然的相互关系。 而碾茶的轮子就好像生命年华在迅速地飞转, 提醒我们珍惜人生。 列具本身讲的是序列, 一件一件排列起来, 让饮茶人逐渐入境, 进入到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里, 才可以体验到茶的味道。 对于烹茶,有什么讲究? 在烹调这个重要环节中, 应当体会物质的变化过程。 陆语说,锅滚开了, 就像螃蟹的眼一样,咕嘟咕嘟往上冒。 一会儿,那轻轻的茶墨又漂浮上来了, 这就像浮瓶在湖边游荡。 饮茶人应当有这样的胸怀, 通过烹茶、煮茶, 使人和自然交融,体味自然变化。 北京人喝茶讲究不露口, 这是怎么回事? 盖碗茶上边的盖代表天, 下边的托代表地, 中间的茶碗是我们喝的, 所以叫天地人三彩碗。 碗盖要挡住嘴喝, 同时用来剥茶叶, 这是所谓的喝茶不露口。 4. 茶艺的步骤是什么? 5. 喝茶不露口是什么意思? 6. 喝茶的盖和托代表什么? 第七到八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蒋老师,您在面试的过程中 看到过着装和举止不得体的例子吗? 有,比如说喷了很呛的香水, 头发散乱盖着脸, 让你觉得这个人可能办事没有什么效率。 握手也有一个度, 我握过感觉像死鱼一样的手, 让对方觉得你很没有活力, 握得太紧了。 我们中国人从文化来讲 不太习惯眼神接触, 但是在外企可能需要这样做, 在国企说不定就不接触眼神。 眼神接触的前三秒也需要看对方的, 看他是如何接待他人的, 最好可以模仿对方。 怎么在面试中加深前三秒的好感? 做的时候避免把手放在口袋里, 因为我们想让对方知道, 我们在尽心尽力专注对方。 讲话时最重要的是做一个有趣的, 有激情的人, 即使对方非常无聊, 你也要聆听他, 好像他是全世界最有趣的人。 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他的肢体也会越来越靠近你, 这样是最好的。 在面试中如何更好地表现自己? 我们要学会观察人, 谈吐要简洁, 我们要随时都能把自己最擅长的三个优点 摆在对方的面前。 要是对方很喜欢聊天, 你就需要配合, 就需要观察他的风格, 能快速地跟对方找到一个共同点, 无论是他的兴趣爱好, 还是他的着装。 另外是赞赏对方, 比如说我很喜欢你配的这条披肩, 我很喜欢这个品牌的电脑等等。 找一个共同点, 诚恳地赞赏, 不要让对方觉得是一个虚伪的赞赏。 面试中哪些问题是我们可以问的, 哪些是不能问的? 最好避免谈钱, 比如说待遇、年薪, 给对方的感觉你这个人很现实。 最好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多了解对方, 问一些开放性的问题。 比如说你觉得在这个公司作为一个员工最有趣的是什么? 与别的岗位不同的是什么? 在你的单位里面, 你最欣赏的一些人是什么样的人? 你欣赏他们什么优点? 这样的问题, 他就有空间可以发展, 随他的发展再去发展一个话题。 7. 面试过程中着装和举止得体的是什么? 8. 面试中如何表现自我? 自我 毫都没有什么象在内存。 按赞